由于伤病与人员流转问题 沉寂两个赛季的勇士队在本赛季触敌反弹 成为新赛季争冠最大热门 在克莱与怀斯曼两员大将还没回归的情况下 勇士队在库里、追梦、维金斯 以及一众骑兵的带领下 牢牢占据着联盟第一的位置 库里再次成为MVP争夺的大热门 勇士队在攻防两端的效率也稳居联盟前列 他们的表现早已超出开赛出外界 对于他们的预期 那么勇士还能变得更好吗? 美媒Blue Man Hoop 领略出勇士本赛季剩余时间中的三大愿望 其中包括成功续约骑兵 以及克莱健康回归 愿望三 成功续约佩顿二世勇士队本赛季最大的惊喜之一 就是挖掘出了佩顿二世这名骑兵 本身他击败布拉德利 获得球队名单最后一席就足够让人惊讶 结果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能够如此迅速地在球队中展露头角 成为关键的轮转球员 在防守端佩顿二世拥有极佳的个人能力 总是能够凭借出色的运动能力与优异的防守意识 判断出对手的传球路径 随后完成出其不易的抢断 更重要的是 他在进攻端一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 拥有很强的传切意识 时常会完成内线切入后的空接暴扣 尽管场均只能交出6.4分 但他拥有63.8%的超高命中率 与其完成续约 让其长久能够为球队效力 自然是勇士的最大愿望之一 愿望二 怀斯曼与新秀们稳步成长 穆迪与库明家两名乐透秀 拥有二人的身体天赋 在被勇士队选中后 他们没能获得足够的上场时间 但在为发展联盟效力时 两人迅速展现出天赋 随后在主队有限的出场时间中 也先后打出应有的闪光点 其中库明家的表现尤为出色 外界从未想过 库明家的极战力能够比穆迪更出色 他在攻防两端提供了勇士队需要的活力 未来随着勇士战绩进一步提升 相信他会获得更多稳步成长的机会 穆迪的情况则有些慢热 在选秀之初 外界都将其视作勇士队的补强 认为他会立刻为勇士带来帮助 他在防守端的表现的确如此 交出了充满活力的表现 但在进攻端他需要提升三分表现 如果未来他的三分球回满 他将在勇士队获得一席轮转之地 上个赛季选中的榜眼怀斯曼 也将在本赛季回归 他同样拥有傲人天赋 只不过缺乏比赛经验 随着本赛季勇士不入正轨 相信也会让他逐渐找到感觉 愿望三 克莱健康归来 距离上一次克莱健康 出现在场上已经过去了900多天 对于一名职业球员来说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对意志力和心理都是巨大的考验 索性克莱即将回归 并且根据一系列的报道来看 克莱已经度过了失落期 目前兴奋于即将回归球队 球队也曾短暂将其下放到发展联盟 克莱距离回归紧一步之遥 而克莱能够健康回归 同时健康打完整个赛季 自然是勇士最大的愿望